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?答案是商家为了利润最大化 对于同一种非必需商品,人们因为爱好程度或者钱包厚度不同 愿意为它支付的最高价格也不同 这个最高价格就是个人的支付意愿 既然支付意愿不一样,商家定价也就要讨路做足 假设一副耳机成本500元,有三个人来买 分别愿意支付的价格是这些 我们假设商家定价分别为这么多 进行简单计算后,得到商家卖出耳机的数量和所获得的利润分别是这些 可以发现因为定价不同,商家获得的利润也不一样 个人支付意愿越高的人,商家能从他身上获得的利润越高 可是定价定高了,买的人也就少了 而优惠券能兼顾这两点 如果发一张花时间可以找到的200元优惠券 通过计算我们得到商家的利润是800元 所以发优惠券既可以耗到土豪的羊毛 也可以让支付意愿稍低的人通过花费时间成本而买到商品 销量上去了,利润也提高了 所以每次你兴高采烈领优惠券的时候 商家其实都在默默地告诉你 我知道你买不起 可是看在销量的面子上,就给你便宜点吧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